打起精神 别打瞌睡了 看大嘴巴 就是犀鸟 好像是玉树林风非常的傻脱 真的是很有大将之风 其实啊 一场血腥之战已经要开始了 你感觉到一股冷风呼呼的吹吗 哎 我可以感觉到这个犀鸟 它是有一点的坐立难安 你看它的眼睛转来转去的 我已经感觉到有一些敌手潜伏在它的四周 咻 哎 飞走了 咻咻 有没有 大家都不放过它 躲在暗处 其实这么快的速度 我看不出那些飞鸟到底是什么型号 它的心七上八下的不停的跳跃 显示它的焦虑不安 看出了吗 看不出是哪一个帮派 看不出 它们飞行的速度比飞机还快 我真的看不出是什么鸟型 可是你看这个犀鸟的应对方法也是很沉着 很稳当 很有经验 肯定它们上次在战场上面是交过手的 这一回合 犀鸟它没失手 它毕竟还是稳稳当当的站在枝干上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上次吃了人家鸟窝里的小小鸟 被人家寻仇来了 这些在油管的档案都有记录 这就是所谓的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难道这几只小鸟一起群体来攻击大蜥鸟 单纯就是因为大蜥鸟是网红 是明星 而且样子长得帅帅的 非常奇特 长长的大嘴巴还是鲜黄色的 仇家就是为了吃醋 为了都记来寻仇 不是吧 你看它最后也是被激怒了 狠狠地咬下树干 啪啪啪啪的杀了一地的穗木 可见它心里面是多么的恼怒啊 第一回合 暂时是犀鸟胜利 如果你满意我的视频 请点赞 也请订阅我的视频 我继续早起给你做鸡鸟的追踪后续